氣象資訊站一起歡迎火熱的趙雯 大家午安 真的是有夠火熱的 是只我一身的服裝 通通通的 但是呢 其實也跟今天天氣一樣喔 因為今天南台灣 有機會飆到三十六度以上 天氣熱得要吃冰啊 我們來盤點一下 最近比較夯的冰品啊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非常特別 就這家店他們是主打說 就是巧克力冰就算 然後他們主打大人冰 旁邊那杯就是威士忌 對 有什麼功用 你在吃的時候吃一吃 然後你可以把威士忌 加進去裡面一起吃 所以他說是大人吃的冰 那如果心情不好的時候 就一邊吃冰 然後來個狂飲威士忌這樣 他其實只是調味用的啦 其實他還蠻好吃的 然後另外他也有一些草莓冰 然後這家店呢 就是蠻有特色 是因為他就是這個 古宅改建的啦 對 然後同樣呢 他還有另外一家店 也是在就是 那個大稻城那邊 然後其實這兩家 是主打不一樣的 像大稻城他可能就是會有雙麒麟 對 所以他就是不太一樣 但是其實冰店這個時間點 應該是說 不管是什麼時間點 其實都會很多人去吃 然後因為他就是 你有時候會看心情嘛 就說我今天想要吃的是冰 或是我今天想要吃的是雙麒麟 或什麼之類的 你就可以看看 你想要去哪裡這樣 尤其是這種古宅改建的這種 現在真的是很 就是年輕人很愛 所以邊吃冰 然後邊在古宅裡面 然後拍網美這樣 哇 肯定很吸睛的 沒錯 不過像是這樣的 網美冰 你最高可以接受的價位 大概是多少 蛤 我覺得要看用料欸 有的時候 而且如果是大家一起去吃 我覺得大家一起分享 我覺得是OK的 對啊 像是我本人的話 其實不太吃冰 但是我就想到 我們屏東 潮州有冷熱冰 很有名喔 都要排隊的喔 那為什麼要叫冷熱冰呢 其實他就是在上面用 就比較熱熱的料 像是芋頭啊 地瓜啊這些的 還有呢 這個底下就有那種 台式爆冰啊 是很粗的那種 吃起來就覺得 欸 火熱五重天 你這樣講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比較喜歡 吃冰淇淋 比方說抹茶冰淇淋這樣 我個人可能比較喜歡 就是因為我不太 但是也是比較少吃冰的類型 OK 那為了要搶這個冰品的商機 因為最近很熱嘛 像是超商啦 就推出了這個草莓戀人血酥 另外要特別介紹的是這個 為什麼 它是芒果的泰奶冰酥 你仔細看喔 它上面呢 這個冰是一絲一絲的 然後我就去追究說 它到底怎麼做的呢 好 很有實驗精神 他就把這個芒果汁 倒進一個機器裡面 然後一秒鐘喔 它的那個飲料 就變成冰一絲一絲的冰欸 就是等於它那個機器就是很冰嗎 對 那口感吃起來 肯定是綿綿密密的 還有底下這個 也很熱門的 椰子草莓日式爆冰 為什麼它是日式爆冰呢 是因為你有沒有看到 它很像圓圓膨膨的 這個料還高出碗一倍 其實它最有名的就是 它綿綿密密的這個剉冰 另外它上面的這一些水果的醬料 都是自己親自磨的 所以日式的爆冰跟台式的剉冰 真的是很大不一樣 台式的就是那種比較粗獷啊 粗粗的啊 但是日式的冰就是那種綿綿密密 然後還有那種很清爽甜甜的果醬 看起來就是很浪漫 很完美啊 對 不過呢 要告訴大家就是這些畫面喔 這樣看起來呢 雖然是非常非常的消暑 沒錯啊 因為接下來呢 天氣呢 真的是很需要消暑一下 真的 對 那這樣的冰呢 其實喔 一年大概是有五十億的商機 尤其是日韓的冰很熱嘛 那最近剛剛培斯也講啦 天氣很熱啊 到底有多熱呢 好 今天的溫度外頭喔 大概是這個三十六度以上啊 尤其現在呢 北台灣 你可以看到啊 這個高溫都可以來到三十一度 那麼中台灣呢 也大概是三十度的高溫 那麼像是高雄跟屏東一帶 大概是三十二到三十三度左右 局部呢 有些河谷啊 近山區還可以飆到三十六度的高溫 也就是呢 中央氣象局發布了高溫資訊 那目前呢 主要是南高屏一帶 是橙色燈號 也就是連續出現 三十六度的高溫 但是你不是說戶外很熱嗎 怎麼都是雲多多呢 好 主要在今天來講的話 因為熱力作用的影響 因此有一些午後的熱對流 所以現在像是中台灣啦 還有呢 嘉義一帶 可能啦 有些地方呢 開始雲量已經偏多 準備要下起雷震雨囉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一波的封面 到底雨會怎麼下呢 因為好多人都在問啊 好 來看一下 禮拜三的白天 也就是明天依舊非常的炎熱 但是晚上入夜的時候 一直到禮拜四 封面直江要壓在台灣上空了 因此整個西半部地區 可能會出現雷雨的狀況 而且不排除有較大雨勢 那麼再來看一下各地氣溫了 吉隆 台北 新北 陶雲跟新竹 高溫來到33度 目前呢 雲多的狀態 可能在中午過後 山區會飄雨 苗栗 台中 彰化南投跟雨林 高溫來到33度 南投的山區 今天水氣略多 嘉義 台南 高雄跟屏東 高溫來到34度 但是局部有些地方 可能會飆到36度喔 宜蘭 花林跟台東 高溫來到29度 但是呢 今天花東地區在午後 局部可能會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連江 高溫來到29度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戰